都对总统您的领导力发生了质疑 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我刚刚已经也说了 前两三天 主要是因为天气太差下了好多的雨 因此我们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深入山区 但是他们 但是我们尽可能地要求 直升机的以及飞行员前往就灾 但是不瞒您说 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恶劣 因此有一架直升机撞毁了 因此我们等着天气稍微有一点点好转 我们就立即的前往前往灾区 那终于 等到这个天气好转的时候 我们在一天之内就救出了两千多人 我必须要强调说 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天气上面 但是天气的确是一个因素 那至于 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 种种批评 那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道路桥梁都已经被冲坏了 因此这个救援工作受阻 这个我们必须要正确 在未来 既然有状态或热烈的热烈 我们仍然必须要移动快速 但是再次 如果关于警察问题 这些问题 我们能够解决 那我相信呢 在这个陆路上的救援 这个是我们将来能够大幅改善的一点 不管是天气好或怪 我们都应该要进去抢救 但是在直升机上 它确实是会受到天后的影响 下一位 我是财经时报的记者 我会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 你刚刚提到 这段工作已经进入了 重建跟安置的阶段 那么我的问题是 对这个阶段 你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是 在前一个阶段 你是不是学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能够印象在新的阶段里面 第二个问题 在灾难发生之前 马政府就已经面临了 明年的预算赤字的问题 那么现在又发生了这场灾难 那么在重建跟安置这个阶段 我們已經向立法院申請了特別的預算 超過70億台幣 我想應該足以填補我們的所需 目前我們只有40億 所以我們要再增加 那麼對於我們的經濟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後天我們的預算部門會提出來造成什麼樣的經濟傷跡 不過預估的情況是第三季一定會呈現負成長 但是多少我現在還不能知道 謝謝 如果您說學到什麼下去的話 那麼我可以講 十年前我們受到一場地震災害 那麼在災後 我們提供了 包括房租補助 方便災民立刻 擔任新的提供災民暫時住宿 那麼之後才開始 幫助這些失去家園的民眾 重新增加他們的房屋 那麼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 另外我們也會盡量傾聽民意 看看他們實際上最緊急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再來盡快提供 所以目前第一點就是住宿的問題 已經正在處理 謝謝 請下一位發問 我是新加坡的記者 如果是想知道您的政府將如何從目前的教訓裡頭學到經驗 然後可以運用在下一個階段 因為這只是您的政府遇到的第一個風災而已 OK 這其實是第一次我們遇到的災害